吹牛大王力险记 第十一章 鱼渡逃生 在我的旅行中总是不乏惊险刺激的场景,而且很多次我都濒临死亡的边缘 比如,有次我在地中海里游泳,游着游着就发现一条巨大的鱼正张着血盆大口朝我飞速游来 它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我根本没有逃走的机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极快地冲到我面前 我向来是个反应快速伸手敏捷的人,所以,在它靠近之前立即把自己变成了一根针的状态 什么叫一根针的状态?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两腿并拢,身体挺直,双臂也紧紧地贴着身体 让自己整个看起来就像一根大号的针一样 我这样做有我的目的,因为这样我就可以躲过大鱼的牙齿,随着水流从它的牙缝里穿过去 虽然我还是会被大鱼吞下去,可总比被它撕咬着嚼成碎片要强 如我所愿,我毫发无损地进入了大鱼的胃里 为了表达我的愤怒,我开始对着大鱼的胃壁拳打脚踢起来 而且越打越兴奋,完全停不下来 很明显,这样的结果是大鱼立即未尽卵了 疼得在海里胡乱地翻滚着,伸引着 这么大的动静很快引来了一艘商船 不多久,这条大鱼就被拖上了甲板 接着,我听到许多人操着意大利语在议论纷纷 我知道,一定是那些船员正围着大鱼在看呢 好在,我懂意大利语 听见它们正在讨论从哪里下刀来剖开这条大鱼 这下,我有些紧张了 要是它们在对大鱼开长破度的时候 不小心割伤我怎么办 刚逃过一劫,我可不想再有什么闪失 不过,像我这样的人,总是能在危急时刻保持冷静 并快速思考 显然,我又一次做到了 我走到了鱼的身体的最中部 这里是最宽敞的地方 这样,它们动刀的时候就不容易伤到我了 很快,我听到了刀子与鱼肉的摩擦声 接着,一丝光亮照了进来 我连忙用意大利语冲着那处光亮大喊救命 外面的人刚开始听到鱼肚内有人声的时候 显然都被惊呆了 好久都不敢再动刀子 也不敢发出声音 直到他们听清了我的呼救 才连忙继续刚才的工作 不过,要比之前小心很多 就这样,我被解救了出来 当我浑身脏兮兮的从鱼肚子里走出来时 你们可以想象,当时我有多高兴,又有多狼狈 而外面的那些意大利船员们又是多惊讶 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我把刚才的经历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 他们听完后的表现和之前我遇到的所有人一样 对我又是敬佩,又是崇拜 觉得我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人 我不能接受自己的身体一直这样脏下去 于是,在稍作休息之后 便纵身跳入大海 用海水给自己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 接着,我游回了之前下水的那个岸边 并在那里找到了我当初脱下的衣服 当我穿戴整齐地回到家时 我特意看了看时钟 哈哈,从我离开家去游泳 到从鱼肚子里脱险并回到家中 整个过程才几个小时而已 看来我的运气不错 不然时间更长 我恐怕就会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鱼肚子里 被闷死或者被消化掉了 拥有好运就是这样让人无限欢喜啊 总能让自己从危险边缘安全离开 这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感谢观看